如何将显示器、投影仪或电视连接到运行Windows 11的HP笔记本电脑? 视频接口类型 HDMI连接器是一种用于传输、高清数字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的数字连接类型。 当与兼容的显示器或电视一起使用时,HDMI具有传输真正高清视频和音频的能力。 Displayport连接器是一种用于向显示器发送高清数字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的数字连接类型。 显示器具有与HDMI非常相似的特性,但除了通用格式和HDCP之外,还支持一种名为DPCP的内容保护方法。 DVI接口是用于向显示设备发送数字视频信号的接口。 使用VGA或DVI,但不要同时使用。 某些显示设备同时配要VGA接口和DVI接口。 使用可为显示设备提供最佳图像质量的连接。 VGA接口是用于向显示器或电视机发送模拟视频信号的视频连接。 除非您计划连接到特殊显示器,例如具有DVI连接器的等离子或LCD电视,否则请使用VGA连接器连接主显示器。 超级视频和复合型连接器用于将模拟视频信号发送到次要显示设备,例如电视。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将这些连接用于主显示器,例如将电视用作计算机的唯一显示器,但不建议这样操作。 理想情况下,您希望在计算机和显示器或电视上使用相同的视频连接器,但有时这是不可能的。 答案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电缆或适配器,可以将一种显示方法转换为另一种显示方法。 注意,您无法将DVID连接到VGA。 HDMI连接还可以传输音频。 当使用DVI转HDMI适配器或电缆解决方案时,会丢失HDMI音频。 设置显示属性已使用其他显示器。 搜索并打开显示设置。 选择多显示器磁贴已将其展开。 单击多显示器下方的下拉菜单,选择其中一种配置。 设置显示分辨率。 在显示设置菜单上,单击显示分辨率下拉菜单,然后将分辨率设置为与显示器的默认分辨率匹配。 现在已完成显示分辨率设置。 单击优酷中的播单选项卡,以查找其他语言的HP视频。 搜索我们的频道,以查找官方HP支持视频。 offices kun抓担。 请请请邀请kę何报题。 s要请请即 inc.